那么下面咱就把这个代码给大家实现一下 想要去实现这个代码 第一步先把流程给搞通 对吧 咱们摸紧下的 假如说这个就是我那个服务器的代码 你一按回车 我这里边就会收到数据 这是百分之百的 这句话不就收到了数据吗 你说没错吧 那收到了数据 就是这一坨里边 我将来应该收到的这个地方 就不再是斜杠了 而是斜杠以DEX的指标 没错吧 那么你的目的是 你请求的是这个 你将来就让我把这个的页面 是不是给你返回啊 那么言为之意 是我请求的里边有这些数据 我接下来应该把茫茫请求的数据里边 茫茫一图的数据里边 我提取出来 你想要的这个东西 我得先提出来 对吧 我提出来把它当作文件名 我接下来通过Open 打开这个文件夹里边的这个文件 请问同学这个数据不就减了呀 把数据返回就并完了吗 来接下来呢 道理啊 就是那个道理 Copy 02 03 啊 这个根据用户的需求 返回相应的页面 点PY VM03 大家知道吗 请问 咱们原来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基本的一个框架了吧 你有一个请求 我原来是说不管你请求什么时候通通给你发的固定呢 什么呢 这个事情很好办 很好办 很好办在哪呢 什么 我现在给大家写第一步 那么 我接下来 大强分为两步 第一个 解析用户请求的文件名 第二个 找到文件名 以文件名为例 找到文件 把数据读出来 给用户发过去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解了吧 提取文件名有可能 很复杂 但是我管你3721 我给你打开个固定的页面的数据 给你反过去 请问你是不是就看到了一个就漂亮的页面了 不就行了吗 来 假的啊 别返回哈哈了 你返回哈哈 有什么用啊 那所以说怎么办 怎么 这个地方应该咱们想不到概料 大家看 请问 这里边一定有一个文件 叫什么文件 你带个手是不是一定有啊 来 他一不做二不修 直接 用位置也强 用open也强 简单的就是用open open打开谁啊 打开当前路径下的 html文件下的 叫index的html 有吧 有 以只读的方式 可以吧 因为 因为获取了这个文件之后 才能目的是把里面的数据读出来 是不发走啊 发的时候 是不是还能编码啊 那干脆就是把二进制的方式 给你读出来 以后发的时候 不用编码了 直接发 好了 f指向他 f.read 一般情况下 这个文件是不会太大呀 你要抛出意外情况啊 意外 那多管我的这个文件 好几季 实际开发 你那个html就是你同时写的 你同学 你同时能写好几季的html 你打了他 他也不可能呀 所以说他们 一般的直接用read就行了 如果你想防护防护 是不是就是 well处理那种 这个这个这个堵啊 一般就行了 那我们要说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html content 可以吧 是不是咱们读到的数据就是他什么 接下来f.close 是不是把文件给他关了 那把文件关了 那么咱们接下来一个干什么 想干什么干什么 就把数据给他发给我呀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想了 我这个地方发的是什么 现在是什么 response等于啊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什么 OK 等于一个换行 请问我是不是把头刚发过去 body是不是还没发呢 那有人说 我能不能直接把body拿过来 加在一起呢 切记同学们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读的时候是按照二进制读的 它是二进制 你这个字符串是一个字符串 所以说此时切记不能 response加等于stml content stml stml 不能加stml str 这个content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你这么下去不对 那怎么做呢 很简洁 wwwp 我只要不掉close 我可不可以发多个 我第二次的发的时候 我直接发什么呀 stml content 请问 可以吧 那这个是 这个是 将 response hider 发送 给 浏览器 然后在这个地方 将 response body 发送给 浏览器 接下来咱们一关闭 那么将来浏览器 是不是正确了 应该是显示这个页面了 没问题吧 咱在那边啊 不管用户请求的是什么 我准备好了头了 我打开这个页面 把东西读出来放在这 我先把头给他 我再把内容给他 请问按理说 是不是就输出了这个页面 来看一下 诶 这个 这个输入法啊 套街子 嗯 我按了个什么键 这是的 我把大写键给他开了 我这个灯还没有亮 所以说我刚刚没看见 pire3 03 走起来来来 看看 不管请求什么 走 是不是不太一样了吧 你别管其他东西 请问是不是差不多了吧 哎 反正已经能看见 比刚刚要 那个很low的页面 不知强的宝贝了 可以吧 这里边这个页面是什么呢 你又不关心 这个页面是讲的QT 啊 就是一般的是在 在搞这个嵌入式设备里边 呃他想显示一个东西的时候 那个QT QT的一大特点就是他写的程序 他可以写图形界面的程序 图形界面的程序 可以放在Mac Linux Windows 都可以用 它是一个跨平台的一个库 啊 就是QT 好了 那么这个很多年前还比较火 现在的这个一般情况啊 不用关心他 好 那么请问 没问题了吧 但是话又说坏了啦 有人说 为啥这个地方没有写这个图片啊 为啥没有 我也想知道为啥没有 对吧 那么其实呢 你这个地方有一个事情 大家要切记 大家注意看啊 我再运行一遍 我再刷一遍 你看看现象 走 对吧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B开头了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B开头了 在这个位置有个B开头了 有个B开头了 啊 你让我看B开头了 好难看啊 怎么办啊 打开代码 来 整一整B知道了吗 这个地方是不是打印啊 来 打上一个登登登 然后乘上100 乘上100有点大 乘上50 来 你再看 走起啊 接下来刷新 这种看得出来了吧 12345个东西 扯什么呢 我一个请求有5个东西 啥意思呢 最低 最低啊 过程来了 不管你刚刚在后面写的是什么点 我一按回车 请问同学们 是否意味着服务器收到了请求 服务器收到了请求的时候 我刚刚的代码 是不是立马就打印了后面的这些头东西 你第一次请求 就是这个 这个打开 这个颜色换下 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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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请问 没问题吧 我请求的index 这个地方是说的index 我接下来我没有关心他的index 还是什么什么代码 我自己把index 内容打开 是否给它回去了呢 那么有机查看原码 请问我现在看见的原码应该是谁的页面内容 是不是就是咱们刚刚所说的这个index文件夹里边的index这里边的东西了吧 咱们验证验证 什么很简单 打开sup 打开sup 然后呢 我把这个东西关掉 点一下view 点一下试图 然后点一下布局 单列 好了 我把他直接拖过去 你看啊 你看现象 我直接把他按着布松 往这拖 你进去看看 他对不对 是一样的吧 来 你看看 第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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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so885 什么什么东西 请问 没问题吧 大家也没 已经发现一个特点 我刚刚验回车 服务器已经成功的把这个页面的内容 已经用open把它读出来 读出来之后 是不是已经发给了我吧 那按理说就应该结束了 他哪来的后边的这些的请求 我就很纳闷 同学们是这样的 当你请求一个页面的时候呢 这个页面里边全部都是html格式 它并没有一个图片的数据 但是有图片的抄链接 来同学们 我找一个东西 我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叫什么呀 有机 我检查一下 有机 我检查一下了 它的这个地方有一个东西叫做images 有个文件夹 看着啊 Ctrl R Ctrl R是这种东西 images images 大家看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什么什么网址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什么网址吧 那么言外自己是什么同意吧 当你的服务器在去运行的时候 当你的服务器在去运行的时候 你接下来请求的是这个页面的东西 没问题吧 浏览器收到之后浏览器接下来进行解析 进行渲染 浏览器的解析 解析 解析 解析到这的时候 我需要一个图片 那么浏览器会自动发送一个新的请求 听清楚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那么就导致了你的程序 我已经把页面发给了浏览器了 浏览器一解析 这个地方需要个图片 这个地方需要个图片 那么浏览器会怎么的呢 每一个图片都会重新发起一个请求 接下来获取那个图片的数据 听清楚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那么最终就导致了 咱们几个地方看这个现象 来到吗 回头去 男的来变 走起 回头去走起 来接下来看到吗 刷新 我一刷新 走 刚开始他请求的是这个 我把这个页面的数据给他了 他接下来一解析 需要一个这个 他请求获取这个 他需要一个这个 他请求这个 他需要一个这个 需要一个这个 你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他都会自己重新发现请求的吧 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 咱们只要保证咱们的程序 是一个能够为多个用户服务的 是不是将来浏览器 想要的资源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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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可以达到了吧 那么很现实的一点 大家是否有印象 如果你要是浏览 某个国家的电影的话 有可能很多个图片 图片如果是高清的 打个比方 假如是这个地方 有这么大的一个高清图片 这个地方有这么大的一个高清图片 下面还有一个 你会看到那个图片是 把这个先显示完了 接下来这个图片 他一点一点一点出来 这个显示完了 下面那个图片 他一点一点一点出来 见过这个现象吗 知道什么意思了吧 我先把浏览器的这个页面 要的所有页面 我先给他 然后呢 浏览器一分析 这个地方需要个图片 他就和服务器要 服务器给他发 那么他一发现 这个地方有个图片 就看你的浏览器 是一个什么样的浏览器 有的浏览器是五张图片 五张图片的下载 有的浏览器是一张图片下载 完了之后下另外一个 听懂我意思了吗 最终 代码到现在为止 一点都不难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你请求的 第一次请求的是 这个STML格式的数据 浏览器一解析 这些个图片 这些个资源 这些个东西 浏览器会自动发起请求来获取 最终把获取的这么多 所有的资源合在一起 才是一个完整的网站的页面 你听到我在说什么了吧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流程 好的嘛 Ctrl C 既然我刚刚给他发送了 是一个固定的页面 他已经显示了 他们言外之意 接下来咱们应该朝到哪个方向走呢 我每次都发固定了 肯定也不太合适 但是咱们是不是已经看到效果了吧 那么只要保证 你问我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据这个地方 咱们不写固定了 请问接下来这个事情 是不是迎人而解 你说是个道理吧 那么接下来 同学你觉得是你 你会怎么动 我不管用户要什么 我给他stml 这个已经通了吧 那么接下来 我只要根据用户要什么 我拿出什么来 请问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解了吧 那关键点 问题就只有一个了 怎么提取用户要的那个东西呢 请问这里边 咱们刚刚打印出来的是什么现象 还记得吧 咱们往上翻翻吧 这是一个字符串 没问题吧 我问一个问题 前面有个b 啥意思 咱是不是还没有decode呢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想要对用户的数据进行操作 是不是想要获取用户的请求的话 是不是咱们先第一步要解码 底库的 底库的有解码 好了 copy一份 03 04 还是叫03 然后呢 我把这个给他给称04 然后呢 前面给他给一下 翻灰 这个index 页面的数据 对写错了 再来一遍 copy 这是两个命令 copy03 然后叫03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现在给他写上 叫04 好了 我接下来 mv03 然后叫03 干什么呢 翻灰 index stml 页面 点py 好了 vrm 现在咱们是不是应该在第四个版本上继续写了吧 第一步 先解码 第二 decode 解什么呢 utf-8 解了 请问此时再打出来的时候 还会带着b了吗 不会了 只要它是一个字符串的 就是设计request 其实一个字符串 请问到吗 字符串的话 咱们再打出来 咱们看看里面会有什么格式现象 来 咱们把这个程序运行一点 python3 04 走起 还是访问这个页面 刷新 来 咱们看着 网上翻 往上翻 你们发现刚刚显示的数据格式和咱们之前那个数据格式都不太一样 你们发现是不是一行一行一行的东西了吧 请问我接下来想要什么数据 我是不是仅仅想要这些数据了吧 那么假如说你想把这个服务器做得非常通用的话 请问同学们是不是一行就表示一个含义 一行是不是表示一个含义啊 那么我想把我收到的这个字符串 我给你整成好几行 请问怎么做 因为每一行数就表示一个含义啊 它毕竟是在一个字符串里边 没错吧 所以说我只要接下来 我按了字符串去切割 是不是就能把它切成一个一个一个的东西了吧 来 用什么东西切啊 Split Lines 来 首先我先来切啊 比方说request Lines Lines等于request.Split Lines 是有这个含书吧 好像有啊 有 切完之后 对吧 我再打印一下的 像这种程序 你切完之后紧接的特色一下了 那么这个你就不用再打印了 把它关掉 这个不要了 接下来你在这 print 一个 然后乘上20啊 或者乘上30都可以啊 接下来我print request list 请问 是不是这个Gram安理说 是不是反回自己就是一个列表了吧 并行 懂 目的只有一个啊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我刚才在这边 只有一个 我就奔着这个目的去了 我是不是要提取它的东西啊 懂 大家看 现在提取它的东西 你没发现 是不是就是一个列表了吧 这是一行 这是一行 这又是一行 大家有没有发现 原来在一个字符串里的东西 是不是已经把 让我给它整成很多行了吧 请问 第一个原封里边的东西 接下来用正德 是不是就能提取出来的吧 对吧 来 接下来 回到程序里边去 VM04 请问 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这个文件名 fail name 等于re.match 学过正德吧 刚学了两天啊 你可 别说我没学过 import 接下来re 我接下来match点 写上r 还记得写r的目的吧 原生都不说 不用转译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写什么 request lines 能不能写 0 对吧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写什么 咱们请求到的会是什么样子呢 咱们再描写一下 请求到的应该是get 空格 写杠 然后是index的html 然后空格 然后sttp 大写的http 写杠 1.1 没错吧 怎么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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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啊 get 空格 写杠 不要这么想 我那会说过一句 通常的请求方式都是get 但不见得一定都是get 有的时候会有post 有的时候是put 简而言之以后 咱们还会看到什么东西呢 有get 有post 有put 还有del 有delete 还有很多 你听懂了吗 你把这些东西变成大写的 这么之后 你放在这 将来这个证德就不对了 懂我意思了吗 请问怎么做 我不管你斜杠前面是什么 什么都想 斜杠开始一直到这 请问 是不是就是咱们想要的 那么怎么办 到斜杠之前 什么都行 中文号写上 到斜杠之前的 只要不是斜杠 想上了剑筹写上 可以有多少个 一般至少都有一个吧 请问这是什么 只要不是斜杠 有多个都可以 不是斜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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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格也不是斜杠 没问题吧 当他接下来再去匹配理数 一看是斜杠什么 就不匹配了吧 请问这个证德 现在是不是已经成功了 把前面给它过去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只要写上斜杠 又到什么时候停呢 孔格停 有多少个呢 有多少个 哎有多少个多少个 我就写上一个 心 可以吗 通吧 这是啥意思 这个斜杠 给它卖过去 接下来从这个地方开始 一直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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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是不是取到孔格之前 停啊 请问是个道理吧 我为什么写新不写家 万一我将来浏览器里边 它是这么写的 是不是后面啥也没有 你将来写成家的话 至少有一个什么 立马就甭啊 所以说写新 也可以有可以不 后面的单就不关心了 你sttp几 你s几十几 不关心了 我只想要这一部分 怎么办 我不想要get吧 我是不是只想要这一部分吧 怎么办啊 获起来 获起来 接下来不要忙那些group 万一真的不对了 你只要保证这个问题 懂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 咱们再再整一整啊 把这个地方的单给它 找一个变量分进来 if it 一定接下来 可以是不是通过group取了吧 一取出来是什么啊 是不是取出来发现内容了吧 好 怎么还不确定到底对不对 所以说怎么办呢 再打 再打一个 打这个就不行了 打这个就有可能和之前那个充了 咱们就打一个星乘上50 然后接下来打上fail 想不想那 只要看到那坨星 星后面的东西 是不是就是咱们的文件名 开始啊 冰星 我看看怎么把它提出来啊 我刚刚我的请求是 in-text stml 来 321 搜你 看看那个星呢 每次的请求 你看 你get它不一样的时候 我将来提出来 是不是东西不一样了吧 可以吧 同学们 大家有没有发现 已经提取出来这个东西 提取到了这个东西 接下来他们要干什么 同学们 还记得吗 干什么呢 打开它 对打开它 打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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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怎么长 怎么长 是否也就是说 我应该是 把这个地方 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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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了 然后加上我的那个 fail name 没错吧 那么请问 加上fail name的话 这个地方还不太对 因为 你提出来的里边 有鞋杆 前面这个鞋杆 是不是就应该抹掉了 把这个鞋杆抹掉 来了吗 这个字不出来 最终就会变成什么东西 一个路径下的 这个文件名 请问是这个道理吧 那么要说 最后的一个表现形式 是 你浏览器请求的名 是什么 我不关心 将来我 把你的名替出来之后 我对应到某个路径下的 真正的这个文件 请问是这个道理吧 接下来 打开这个文件 咱们来试一下 走 银杆 看一看 为什么又显示图片了呢 很纳闷 为啥呀 我找到了那张图片 同样看张 我提取出来的证则是这个 文件名是这个 我在前面再加上一个 第二斜角st秒 请问柔在一起的文件名 不就变成了 第二斜杠下的 那个 sdml文件 加下的 amaze文件 加下的 这个 这个评计图片 是吧 我把这个图片打开 我发给浏览器 请问浏览器 是不是要这个图片 在这边就有了吗 接下来浏览器 再去要这个的时候 他再去请求一个 是不是接下来又得了 一个新的图片吧 这是一个图片 这又是一个新的图片 没问题 不就行了吗 是个道理吧 接下来回个图 咱们去看一下这个程序 咱们稍微再完善一下 成序 我告诉你 我写程序的一贯作风 都是这样的 有点小问题 没关系 以后再剪 我先尽快地看了 整体的效果 看见整体的效果之后 立马回头 万一要是没有 这么轻松的实现 是不是有可能更复杂 所以说我一般都这么多 因为这么多 有什么好处呢 当我接下来 再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有可能这个任务 比较麻烦 比较费劲 我不管怎么样 我想尽快地 先看了一个 最简单的效果 请问同学 我是不是有 很强大的自信心了吗 我意味 我这心里觉得 我这个东西能干 我回过头来 无非是解bug了 你说这个是吧 如果你要是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花了太多时间 我告诉你 你就把你最原始的方向 给丢失了 你往往就不会做了 听懂了吗 所以说呢 先管他三七二十一 先看了效果 露一点没关系 先看见 接下来混流出 就得整 整得漂亮 不就完了吗 有正则的时候 就正则匹配的时候 我文件名字等于什么 万一要是 匹配不成功了 什么 没问题吧 匹配不成功了 那你接下来干啥 请问是不是有很多 很多的问题了吧 所以说呢 在这个地方呢 你要明白一点 假如说同学 我给你提第一个问题 如果我的请求 正则没有成功 那么将来 你这个if 就没有返回值 就是你这个if 条件就不成立 条件不成立 fail name 变量 就不会定义 你不会定义这个变量 你反而在下转 要获取这个变量 不值 你必管 你听到我意思了吧 这是必管的 你连文件名都没有 你还打开这个变量名 你知道扯了吗 所以知道吗 有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 打开一个文件 是很危险的事情 听到了吧 重则直接服务器就废了 try 可以吧 我先打开这个文件 对吧 要是这个文件存在呢 我就把它打开 就是else的话 还有else 就是没有异常 我就打开 对吧 那么肯定是不是 还有accept的情况吧 那么accept 只要不获得异常 我接下来干什么 这个地方干什么 我先空了吧 那么最后 如果没有异常 我接下来我才关闭 有异常的话呢 你跟名字崩关了 对了 这个close 我要写到finally里面去 因为你文件打不开 就不需要close 听懂了吧 什么时候需要close呢 文件正确打开了 对吧 而且已经把数据读完了 我接下来就close 能列为一次啊 打开文件成功 我读数据 我就有 我打开文件失败 我的异常就产生 这个是不是也是 这个情理之中的朋友吧 请问 我打开一个文件成功 和打开一个文件失败 含义 是什么呢 就是真的文件打不开吗 还是说应该干一件事情 当你在访问一个网站网址的时候 如果他没有这个文件 请问含义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应该找不到这个文件 是不是就应该返回404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最终你可以通过这个打开文件 成功与否 是不是来完成一件事情 你能找到文件还是找不到 找到就是200 找不到就是什么 404 那么也就说通吧 很简单了 把你这个Response Header 这一坨 直接干走 放到这里边来 接下来 把这一坨东西 拿走 放到这里边去 请问这是干什么 打开文件成功 我想用的图 我想用的图就是200 我想用的数据内容 就是我从文件读出来的内容 这个一点是不是都没错吧 打开文件失败 请问同学们 我接下来是不是应该给浏览器回一个头 这个也得回一个body了吧 那此时咱们可以给它回什么呢 Response 比方说等于 这个地方http 斜杠1.1 如果找到200 找不到404 NotFound 可以吧 Found是不行 Found是不行 然后切记 还怎么着呢 切记 切记 反现干 反现干 是不是再换行 然后Response 接下来 加等于 加等于 是不是一个换行 然后接下来Response 是不是再加上一个东西 加上等于 这个地方你可以告诉一下用户 这个 没有 就是 没有 你 我现在写这个 没有你 你要的 就这样吧 简单点 Found 写了这么一图 Found Found OK 写了这么一图 接下来 是不是还能发作的吗 发作用什么 Socket 是吗 发作 此时 是不是只要 只要把这个叫做Response 是给它回过去 但是切记 还得怎么着呢 Incode 对 它的编码 UTF-8 啊 哪写错了 你说行 别说代码 48号 48号 哪写错了 哦 变量 没用错 看见了 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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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大家说一遍 用户请求的东西 请问 是不是通过这个正德 来知道了吧 用户如果要是有这个数据内容 如果咱们提取这个数据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 是不是咱们就根据打开这个文件 能打得开还是打不开 是不是就返回数据 是不是返回那个东西了吧 可以通吧 没有任何问题啊 好了 那么接下来 这个地方呢 就是如果有正德的话 咱就文件名 有文件名 来试一下啊 试一下 Python3 然后04 走起 34哈 加34 加34 他说34 怎么了 try else 诶 诶 为啥出来这个情况了 咱们先写谁啊 先写accept 对 先写accept 啊 然后再写else 没问题了吧 是吧 这种数据没问题了 来 打开 好了 请求 走 来 但请求个不存在的市场 登登登登登登 一定没有 是吧 你再请求一个存在的 再给它换成一带 是不是又出来了 是吧 是不是通过这个东西 是不是咱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啊 那么还有一个小问题 请同学们帮我想一想 要是这个文件名 我没写 抹掉 抹掉 将来会看到什么 为什么 你请求的只有一个斜杠 大家看 是不是只有一个斜杠吧 请问我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 我从来我不去写那个东西 难道你就不过一面 你给我谁的一面 默认的页面 没错吧 那么也就是说我接下来有个需求 这个需求是 如果将来你提取这个文件名的时候 文件名提出来的只有 如果只有一个斜杠 那请问什么意味着啥呀 Fail name 我怎么着 等于啊 斜杠下的index 在stml 可不可以啊 也就是说保证了你接下来的没有数这个页面的时候 是不是我成功了是不是给你这个主页了吧 好 好 那么来 那一回我还说过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F不成立 是不是没有这个变量啊 所以说呢 把这个变量再上定一下啊 就说Fail name 等于一个空度上 放到里边 好了 执行 这样再看啊 我还是访问了这个主 这个这个没有写路径的这个主页 走 可以了吧 我现在再去访问这个主页的时候 我问你 那还能行吗 这百分之百型是不是相当于两个网址对应于同一个页面吧 是看得到的吧 来点个这个东西 有个什么效果呢 你可以点里边东西 点的时候你没发现是在变了吧 你没发现你的服务器是不是也在动啊 OK 那就可以了 有一些页面呢 说他需要联网 那种联网的大家肯定做不到啊 联网的他需要直接联网啊 我点一下这个 点一下图标 你看 点一下图标 大家没发现是在转啊 其实这个时候他的联网啊 你甭管他 他连互联网了 因为咱们没有网嘛 连这种的是不是都是相当于本地聚网了吧 OK 直接连了你 那么最后你把这个程序做完之后 你能做到一个什么现象呢 是吧 乌班图里边把你的服务器写完之后 你先看看你的乌班图服务器IP是谁 回到你的Windows里边 在你的Windows里边 甚至是在你的Mac电脑里边 接下来书上那个的IP地址 想到IP地址 写上你刚刚你在这个地方用的这个端口号是7890 写上7890 零 然后斜杠 index.stml 都可以成功地访问 听懂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你写的这个程序啊 最后的结论是 它可以在任何电脑上的任何浏览器都可以访问 前提是能够找到你这个IP 能听懂了吧 也就是说我先看看我的IP 我看一下ifconfig我看一下我的IP 172的6.168 0.168 这个你肯定你是访问不到的 首先第一步 你要保证你的链接是桥接 我看看我的是桥接 那么这个IP如果它没有自动换过来的话 你可以速度 我原来说过 速度 dxclient 是不是可以跳个这个命令试一下吧 重新获取个IP试试 这个过程呢 有可能很快 也有可能很慢 这个呢 要看具体的这个网络情况 我就直接结束了 我不等了 你的IP你看看是谁 回到你的windows里边去 在浏览器里边的IP就写这个 端口依然是你刚刚那个程序端口 听懂了吗 本地的被我近掉了 近掉了吗 没有近掉吧 没有近掉 好了 甭管它 甭管它 好的 如果你要是想在自己的电脑里边去测试的话 那就直接就是127.0.001 如果想用你的电脑去看你同桌的电脑的话 是不是也是可以这么多了吧 最终呢就实现了 OK 打开这个电脑团吧 咱们再看一下 今天咱们要实现的就是它了 把这个过程一定要理解 听懂了吧 一定要理解 好